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宴吧 不去 我说你这孩子 你跟你爸爸生气 你不能不见我吧 这明天就是周末了 你上个星期说工作忙不能回来 可是这个周末 你应该露露面了吧 我爸什么时候改掉他的蛮困作风 我再考虑回家的事 你看看你这孩子 简直就跟你爸一个脾气 我告诉你啊 你爸爸今天早上还跟我说 说最近几天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炸藕盒啊 你听见没有 谁最爱吃这个了 还不是你吗 我告诉你 这说明你爸爸已经上步了 你赶快回来吧 见好就收 行吧 只是吃饭而已啊 他要这个我上课了 我立马就走人 那就这样啊 好 你看看你看看 孩子都不敢回来了 你说说 这机长有什么不好的呢 机威武有帅气 而且啊 还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职业 你看看你 如临大敌似的 不要被漂亮的制服所迷惑了 那个人都四十了 年龄呢是有点大 可是啊 这年龄大了 有年龄大的好处成熟 只要咱们家女儿喜欢 不就行了吗 她还有个孩子 她有孩子 而且还是小额班上的学生 这么大了 你宝贝女儿啊 就是因为这个学生 才放着好好工作不做 去了玉彩中学 我调查过了 这个机长的为人也不靠谱 我听说前段时间 还被公司停飞了 这 这 这可怎么办哪 回来了 出去了 自个儿洗衣服 还真不是 我回来的时候 这都已经洗好了 我就帮忙晾一下 文怡给咱留了个纸条在桌子上 你自己看去 文怡有急事 走两天 这两天让咱俩自己弄点吃的 咱家什么都没有啊 老地方呗 你不不让我去牢街小馆吗 人不能饿着吧 你不许我去了啊 行了 等会儿我换鞋 三 二 一 关门 您来了 这位哥哥 上次你女朋友那产品试了吗 小鬼怎么样 应该还好吧 还没问呢 肯定不错 那什么 我听说你是机长啊 那你们那儿 那空姐一个个看着都挺苗条的 是不是 对保持身材有要求啊 这么着 我这儿还有一些产品 你呢 帮我拿到你那儿 帮我推销推销 我给你一成本价 剩下挣多少分都给你 那你不赔了吗 我也没办法 我爸我妈催我钱催得起 少挣点少挣点呗 咱我手里抢 那空姐她们跟我不在一部门 平时很难遇上 而且平时直飞的时候 谁跟我的一般飞机 都很难讲 你骗谁啊 谁不知道 一个飞机上机长最大呀 你推销东西 他们敢不给你面子 我才不信呢 不是 这就更不能卖了 妹妹 这变成抢买抢卖也不好吧 你就帮我个忙行吗 我 你干什么呢 雷雷 你是不是 是不是你又 你又推销你那个减肥 减肥的东西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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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小伯 你 你赶紧去后厨 把这汤啊 给三号客人端去 小伯能让我省点心呢 孩子啊 你爱吃这鸡蛋炒新屋式 我给你炒了一把 谢谢 谢谢 您没事吧 没事 我这腿累的也是 也是这么大年纪了 是忙里忙外的 没个得力帮手真不行啊 我这闺女 还别说帮手呢 只要这每天啊 不给我添点赌 不给我惹点麻烦 我就知足了 老爷子 您就这么一个闺女 就这么一个闺女 所以才灌成这样的 我这这么一份说的 我也是自作自受 想什么 怎么了 那里面坐一份吧 撒了 你们俩就知道心疼这汤 你也不问我烫伤没啊 您弄烫伤啊 我让您擦个桌子 您还熬熬乱叫呢 您多重要啊 城市不足百事有击 我跟你说咱们这饭店 早晚让它给弄黄了 行了 行了 黄了就黄了 这玩意我还不想干呢 你 这孩子 他还有理了 他还有理了 我这爷爷 我这爷爷 不知你 还真是闻 不知了 我这人 跟老妇 都不觉得 开来 除了 没人 我得着 这能心 好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算了吧 我好不容易才离开悟动 逃离老爸的磨砖子 你这孩子 早说话呢 你爸爸呀多少年都没有啥偶盒了 今天是为了你亲自下厨房 好了没有啊 好了好了 马上啊 好吧 我待会儿就尽量忍着点 来 尝尝 行了吧 味道好香啊 看起来就厉害 这个我来 这个我来 赶快给女儿 先尝一块 对对对 你来 快 谢谢 真棒 怎么样 开吃麦了 好吃你就尝回来 只要我有时间 来 一定给你做 走走走走 来 来 你自己也吃一个 好 好吃 晓鸥啊 爸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你说你跟叶欣以前 以前的事我不予置评 谈恋爱可以 但是你和吴征 我看最好是等萧涵毕了业再说 谁都有过去啊 可是人到了四十 突然冒出这么大一个儿子来 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应该有的生活状态和态度 爸 对吧 你不了解人家的私生活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 我怎么不了解 一个对几对人都负责任的人 他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人生 那么失控 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控不好 又怎么对你负责 爸 你这就太过分了 之前你跟踪我们 我当你是爱与心切 但你现在在背后调查人家 这也太阴暗了吧 幸亏我调查了他 不然就是我对你失职 他根本就不适合你 你只是被表象所迷惑 在他身上浪费青春 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他适不适合活 您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了 觉得他离过婚有个孩子 就是配不上你女儿 您这不是守旧是什么 依我看您就是古板守旧 就自以为是 好好好 那我退一步好不好 没事你先 我给你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等萧涵毕了业 如果你们俩 还是看着互相那么顺眼 那我就赞成你 不在所谓 凭什么要我等两年 我连两天都等不了 喂 喂 你在哪儿 我想你了 想我 好啊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不用 你在家对吧 我去找你 你们老乡要来了 你不帮忙收拾一下 他是来找你的 又不是来找我的 我收拾啥呀 不仗义啊 他又不是没看过 咱家更乱那样 再说了 还给你俩弄了一个 新的娱乐项目 你俩一块收拾屋子 多温馨 你过来 你不帮忙可以 但别添乱 你跟那周周一会儿 倒上蓝球之后啊 你俩吃点东西去 别回来太早知道吗 精神食量 你别忘了摆花盆啊 我摆不摆 你也有点眼眉劲 别跟上司似 踩着点往回跑 去吧 祝你成功 晓鸥 晓鸥 晓鸥啊 你怎么这样对你爸爸呢 你看把他气的 他今天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的 你就这么走了 我也想忍啊 可是 他这么的不讲道理 我忍不住 他也是为了你好 你好 这样吧 妈妈呢 再给你做做渗透工作 等他消了气 你再回来跟他好好谈谈 好不好 妈 多少伤害都是打着为你好的名号 老爸那么固执 你做什么都没用的 你对你那些熊孩子都那么有耐心 你怎么就这么对你爸爸呢 老爸在学校也挺好 对人都挺客气的 怎么着回到家里 特别是对我 就成了暴局 你不要看他在学校里不苟言笑的 这个所有的父亲都是真的爱自己的女儿 你知道不知道 醒了吗 我先走了 你劝爸多吃一点吧 再替我好好开启开启他 来 张嘴 小心烫 甜不甜啊 嗯 来 最近啊 看这儿气色挺不错的 看来 看来那个特效药还挺管用 你 你 你又麻烦小吴了吧 难好意思麻烦人家 不过这药跟他还是有点关系 这药怎么管用很贵吧 别管钱的事 你呀 就管好好的配合治疗 只管管我这身体不上去 实在 实在太难问你了 行行呀 老夫老妻 老师这些干吗呀 我现在身体啊还能干还挺好的 现在城里啊 活也多 你呀 就好好治病 我给咱好好挣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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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熟 别别 别别 我把家里这么好的饭菜都推了 特意来找你 结果你家竟然连临时都没有 谈恋爱不是都不会饿吗 你看我 你看我 一看见你就什么都吃不下 饱了 本姑娘食量比较大 想吃饭还不容易啊 等着 我不饿了 这会儿 不是 值得 两人 跟由 二人 五人 吃饭 都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善的女孩已经十分难得了 她还那么善解人意 真是天下好事全让我赶上了 行行行 你有什么要求 你就说吧你 去吧 够强了 这学校的环境是真好 虽然比不上咱们以前那老学校 但是这绿化也不错 而且呢 这个学校有点人情味 是 比咱之前那个我感觉 带着舒服点 那你也过来算了 走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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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拜拜 五个了 第二名 太好吃了 一碗不够 完了 现在家里边俩吃货 我都快养不起了 我不过就吃了你一碗面 你还养不起我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这样得好好工作 继续努力赚钱了呗 喂 你在哪儿呢 我要见你 我现在在 跟我女朋友在一块 你有什么事 这回公司去约 别人都签了 继续都没有通知我 我该怎么办啊 不可能吧 你的专业水平那么好 怎么会不签你呢 你这样我回头帮你问问吧 吴征 我现在真的好需要你 能过来一趟吗 你就过来一下吧 我只能说声道抱歉啊 我现在实在是不方便 再见 怎么了 他 新公司续约没签他 我回头帮他问吧 这样啊 还是你要去陪陪他 感觉他情绪不太好 谁说呢 我要陪他的话 那就太不对了 我 以后每天在天上飞 时间要么飞行 要么就陪你 哪有时间陪别人 那儿子呢 儿子嘛 给他一捏捏时间呢 奸诈 你当初要我去育彩中学应聘 应该是存着私心 要我帮你盯着想好吧 一个高手 在下这步棋的时候 你也把后面四步 五步棋都想好了 来吧 我的时间宝贵 咱们俩 去干点有意义的事 什么 你说什么 说什么 网络 东北 上海 你没事 我看一看 我倒想看看这录他纸 倒是没给他 对不起小环 我知道你特别恨我 我也知道一声道歉实在太轻了 可是 我还是想跟你当面道个歉 你的成长基金被我挪用了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你妈 也想努力证明给你们了 现在说这些 估计你也不会再相信了 一切都来不及了 小航 你干吗去啊 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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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雅 你来这儿干吗 你还要找他 不是 他都做尽了坏事了 你还来找他干吗 你就不应该来找他 更不能原谅他 干吗 你在哪儿 你出来一下 我要跟你见一面 我有话想问你 你不要听他胡走两句你就心乱了 他是坏人 居然应该受到下面的惩罚 他要想自首满街都抄租所 早就去了 你可实在拿不定主意 问你家老婆 快点黑了 先回去吧 来吧 他来了 女人 大人 人 我相信你看过很多次上海的夜景 但这次我一定要再大也没事地看 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高度 从这儿看上海的夜景 最接近我们每次飞机下降 正是看到上海城市的样子 我这么多年 天南海北的歌处飞 看到过无数特别美的景色 有的时候坐在驾驶舱里边 抬头仰望星空 往下看 就是延绵的城市灯火 有的时候前一刻 还都是茫茫的雪山 在下一刻 就变成电闪为名的热带雨林 出入云端的样子太美了 没错我都醒了 要是能和你一块儿看的话 那就是完美 好啊 带王妃吧 有时候我想 身为机长这个职业 我能看到那么多美丽景色 实在太幸运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 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去生活 不好好去爱你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那就看你表现了 你这位机长还挺有文采的嘛 小时候语文老师很喜欢你吧 我不光是颜值高 文采也好 微博是二十多万粉丝嘛 每天就等着我更新微博呢 你微博名是什么 我加关注一下 就当是我自己的小秘密吧 没关系 我自己会找到的 不要让我看见你和女粉丝 在那儿打情骂俏啊 什么是打情骂俏 不知道 孩子是你啊 这么晚还没回家 忘带钥匙了吧 快坐 哎哟 哎哟 你 我就想尝尝酒什么味儿了 你尝这是烈性酒 那要喝的话 也给一点一点抿着喝 你这好杨博就一杯 你爸要是知道 你在我这儿喝酒 准跟我没完没了啊 赶紧吃点花生鸭呀 吃点花生 快 他不会找你村长 我现在忙着呢 你这么晚过来 你没吃饭呢爸 我跟你下碗麵条去 这没吃啊 这没吃啊 吃吧 凉了就味儿不好了 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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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养父来学校找我了 他曾经伤害过我妈 也伤害过我 他来见我没理的 但他毕竟对我好了十多年 我也不知道这事该不该告诉老吴 我也不知道这事该不该告诉老吴 你这是纠结呀 你心里不好受是不是 说明你还惦记着 你这养父 抽空去看看他吧 别不理人家 那多了话一说 他高垮了我妈的公司 还拿着我妈留 我妈的老子 你都让我和她 我说了 本来在老子 对 你很理论 我这么做 我怎么说 我的老子 我然后 我说 你怎么个人 我不是 还会 那别人 我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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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读大字吗 对,你书闲经纪照片 这是你的逮捕令 请跟我们走一趟 带走 你先读大字吗 对,你书闲经纪照片 谢谢你成全我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去自首 带走 我,我没有 怎么回事 我今儿得睡你这儿 行啊行啊 我和我妈都特别欢迎你 对了 你去见她 见证见证 在警察手里见证 她一脸如释中缚的表情 我什么话都没跟她说上 她还谢谢我 她被抓是自有应得 你有啥个内疚的 你有没举报啊 是啊 所以我才觉得很怪啊 我没举报她 她反而过来感激我 你说一个人对你这样 她还挺舒服的 她挺如释中复的 跟你说谢谢 你觉得怪怪 是不是特别诡异 对,你跟老吴说了没有 她就是忙着你 没可能搭理我 你再说了你 你跟生父谈论养父的事 你以为这电视剧呢 哪有这么扯的剧情 说得有道理 对了 我给你拿点位置 你去拿啊 我还留在哪里 我还依然 我还留在哪里 我还留在哪里 你看我身体 你的女人 我还留在呢 喂 萧暗 十二点了你干吗去了 还不回来 我在周浩家呢 这么晚跑她家干吗去 我以为你早回来呢 花盆都没拿下来 花盆都没拿下来呢 我以为你在周浩家睡了啊 没什么事儿吧 没事儿 我快睡着了 那我以为你吵醒了 行 那你明天睡着了 明天上学别迟到啊 赶紧睡吧 晓鸥 晓涵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她没回家去周浩家睡了 麻烦你明天观察她一下 没问题 晚安 莎俊 妈 你怎么这么早来找我 我不这么早来 到哪儿去找你啊 好 我们小声一点 叶子做完下班还在睡 我告诉你啊 我把昨天做的偶合给你带来了 你晚上下班回来以后啊 跟叶子两个人 把它放在微波炉里 转一下就可以吃了啊 好好好 那您先帮我放进冰箱吧 好 我说啊 你爸爸昨天是一晚上都没睡着 他伤心着呢 是他先出口伤人的 伤什么心啊 你爸爸呢 昨天为了你 在厨房里头忙了大半天 做了那么多的偶合 自己一块都没吃 可是你呢 甩了门就跑掉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你想想看 你要换一个位置的话 如果是你 你会不会伤心啊 你爸爸那样啊 他其实呢 也是担心你再上当受骗 如果要是你跟这个小吴 再继续交往下去的话 难道你跟你爸爸 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爸如果再这么武断 我还真这么考虑 你这个孩子真是的 我告诉你啊 昨天呢 我也批评过你爸了 我们两个最后也商量了 最近啊 你尽快地带这个小吴 到家里来吃顿饭 大家呢 缓和一下气氛 两个大男人在一起 交流一下 多了解一下 他就不会那么敌意了 我真很忙的 他是机长啊 那你就预先跟他 把时间给约好了 尽快地到家里来 大家认识一下嘛 行吧 我会问他的 行了 你们俩的事 我也不管了 走了啊 等等等等 我跟您一起走 好 哥 你这有情况吗 你扒握雷大哥 开始扫描了是吧 这还有扫描 你这一看 就被人给绑定了 但肯定不是文理姐 你又知道 这要是文理姐 你能耗耗现在 我就好奇是哪位高人 把我们吴哥给绑定 是乌白貌美啊 还是普林金怪啊 两样都战 而且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行了 别八卦了 那走吧 有你在大街河楼房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